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8号下午呈专机抵达澳门 出席将于20号举行的 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 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 并视察澳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全国政协副主席马彪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国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先期抵达 十六时许 习近平乘坐的专机 徐徐降落在澳门国际机场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走出舱门 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 澳门警察乐队奏响热情喜庆的欢迎曲 现场一片欢迎人群挥手致意 前梯旁 两名澳门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史安和夫人霍惠夫陪同下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前来迎接的人员亲切握手 习近平和彭丽媛 数百名澳门青少年和各界群众代表 推动国旗 特别行政区曲旗和鲜花 热烈欢迎习近平的到来 习近平这次赴澳门 受到海内外高度关注 百余名中外记者在机场等候 习近平走到采访区向在场记者问好 习近平说 记者朋友们大家好 我很高兴能够再一次来到美丽的澳门 我对澳门并不陌生 在2000年6月份 也就是澳门特区啊 成立不到半年的时候 我就来澳门访问过 之后 也多次到澳门来 最近的一次呢 是五年前 也就是澳门回归祖国 十五周年的时候 我来出席庆祝活动 现在是回归二十周年了 我再一次来到澳门 感到非常高兴 今年十月 今年十月 我们隆重的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七十周年 澳门 回归祖国二十周年 也是全国人民啊 关心的又一件大事 在此 我代表中央政府 和祖国各族人民 向澳门同胞 致以热烈的祝贺 和美好的祝愿 澳门回归祖国二十年 取得的成就和进步 令人自豪 祖国人民 中央政府 也都敢自豪 认真的 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 取得的经验 和具有的特色 值得总结 澳门 澳门未来发展 美好的蓝图 需要我们 共同的去 描绘 我在接下来的几天的行程里 我愿意 澳门各界人士 就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 多多交流 谢谢大家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后华 澳门特别行政区 后任行政长官贺一成 澳门特别行政区 现任行政立法司法机关负责人 中央助澳机构负责人等 前往机场行街